谢谢主持人 王部长好 我是中国日报和中国日报网记者 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于今年1月到访了在瑞士的国际组织 而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联合国和多边机构的批评态度令人担忧 我们想问的是在此背景下 中国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是否还有信心 谢谢 这位你跟刚才CNT的解决的问题有一定的关系 我首先要在这里重申的是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瑞士国际组织的访问 他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就是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多边主义的道路 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国际体系 我说你会议定是在这里的关系 我说你会议定是在这里的关系 我说我说你会议定是在这里的关系 當地召開了一番很明顯 阿尔提出了一番很明顯 當地召喚鎮人士會提供 那是一種狀況 是一種狀況 是一種狀況 這次的狀況 在二戰的狀況上 是一種狀況 大建起來了 其他國家的共同心血 也會集了 人類的集體的智慧 它就像一座精心设计的大厦 最核心的基石是多边主义 最重要的支柱 就是以联合国为代表的 众多的国际机构 70多年过去了 当然它也出现了一些老化和破损 但是依然在为我们遮风挡雨 在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人类发展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所有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 不是另起流造 而是修整完善 不是一成不变 而是改革创新 要使其更加适应形式的发展 更加符合各国的需要 更加跟上时代的步伐 谢谢 以及外國會培養大講的企業 和非常重要的 現在是多虛弱的 未能參加 所以我們必須配合 是使用這個想像 而在建設 對其他方面 不是每个方面 而不是 能平安發生 而不是 我相信 和人民共和黨 现在还不停在这里玩的空间 在免购兵和世界上的免购